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对夫妇在经历了多年的生育困难后 通过Facebook上找到的代理孕母 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女儿德莱拉 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代理孕母的无私奉献 还揭示了澳大利亚代理孕母法律的诸多挑战和金融负担 劳埃德夫妇经历了多次失败和心碎 直到他们在Facebook上遇到米卡拉、罗伊 这才让他们的梦想成真 这次经历让我们反思代理孕母在澳大利亚的现状和法律框架 呼吁更多人参与讨论和改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 尼卡拉、罗伊、米卡拉、罗伊 抱着刚出生的小宝宝 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然而她并不是这个小生命的最终母亲 这个孩子将被交给希尔瓦、劳埃德、斯尔佛罗伊 和她的丈夫金、Kim 他们在18个月前通过Facebook认识了罗伊 希尔瓦和金的生育旅程 充满了曲折和心碎 最终在这一天 他们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希尔瓦回忆起第一次见到米卡拉的情景 当她把德莱拉放在我怀里时 这真的是一种治愈 这对夫妇在特威德·海德斯的家中 德莱拉的婴儿房早已准备妥当 希尔瓦是一位艺术家 亲手绘制了墙壁 期待着女儿的到来 她说 这感觉不真实 像是一场梦 她真是太美了 这一天标志着他们多年努力的终点 终于可以把宝宝从医院带回家 劳埃德夫妇的故事 始于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生殖健康问题 和六个月的试管婴儿治疗 2020年 希尔瓦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罗曼 她说 那是完美的怀孕 一切都很完美 她也很完美 我很健康 然而命运却给了他们一个沉重的打击 希尔瓦早产了 经历了手术和住院 尽管医生们尽了一切努力 但最终告诉他们 他们即将见到的宝宝男孩 不会活下来 只是我的子宫颈崩塌了 他们无能为力 他的小脚没有触地 但他在我们身边 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我们得以告别 希尔瓦含泪回忆 在经过数月的治疗后 医生最终告诉这对夫妇 他们需要进行子宫切除术 这对特威德海德斯的夫妇 随后尝试使用希尔瓦的妹妹 作为代理孕母 但最终又一次失败 这段时间里 他们选择旅行和哀悼 尝试走出阴霾 希尔瓦说服她的丈夫 在一个澳大利亚代理孕母的 Facebook页面上 发布他们的故事 寻求帮助 希尔瓦一直说 如果我们找到一位 有很多孩子的好心女士 她愿意帮助我们呢 这正是米卡拉 罗伊和她的丈夫西蒙 读到他们的故事 并联系上他们时发生的事情 米卡拉说 我不需要任何 我做代理孕母的夫妇证明什么 只要他们彼此相爱 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如果人们 在经历了如此创伤和可怕的事情后 仍能聚在一起 那么他们真的真的应该得到这一切 这让劳埃德夫妇 看到了新的希望 经过一轮快速的代理约会后 罗伊女士通过试管婴儿技术 将劳埃德夫妇的胚胎植入体内 对于劳埃德夫妇来说 这是一个奇迹的开始 罗伊女士的最小女儿们 在一次电话中告诉劳埃德夫妇 我们的妈妈肚子里 有你们的宝宝 这句话让他们激动不已 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德莱拉的出生过程中 另一位代理孕母也参与了其中 助产是朱莉·拉赫蒂 在自己怀孕35周时 参加了分娩 她正在为另一对夫妇 进行第二次代理孕母 根据试管婴儿诊所 和代理孕母倡导者收集的数据 澳大利亚每年大约 有120个代理孕母出生 两位代理孕母 同时出现在一个分娩现场的情况 非常罕见 罗伊女士说 人们经常对她作为代理孕母的 志愿服务感到好奇 并问她 是否在情感和心理上 难以将她所怀的宝宝 交给他们的父母 德莱拉是罗伊女士 生下的第八个宝宝 她自己有六个孩子 还有两次代理孕母经历 她说 有六个孩子已经很多了 这很棒 很忙碌 但这意味着 我不再想要另一个宝宝 罗伊女士表示 她在两次作为代理孕母的经历中 都没有感到任何悲伤 她说 如果你的心态正确 这真的是你 能为别人做的最有回报 和最美好的事情之一 当你看到你 帮助创造的家庭时 这真是太美好了 助产师拉赫蒂说 虽然有些程序 非常必要以保护所有各方 但 有些费用是不必要的 她说 更多的医疗保险资助 会使代理孕母更容易获得 在澳大利亚 付费代理孕母是非法的 但夫妇们支付代理孕母的怀孕费用 强制咨询 法律费用 和试管婴儿费用 劳埃德女士说 他们夫妇停止计算费用 但估计他们的试管婴儿费用 仅在4万到5万美元之间 她说 因为我没有子宫 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医疗保险的 试管婴儿费用报销 这不公平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 代理孕母及其配偶 或适时婚姻伴侣 是保保的自动合法父母 代理孕母律师 和代理孕母莎拉杰弗德表示 预期父母在新南威尔士州 收养自己的孩子 可能花费在4000到15000美元之间 她说 新南威尔士州 没有理由仅仅为提交侵权令 收取1350亿美元的费用 这还不包括律师 咨询师 试管婴儿 和支付代理孕母的合理费用 其他人都可以赚钱 但代理孕母 却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杰弗德女士和劳埃德夫妇 希望看到法律程序 简化为更行政化的流程 可以通过出生 死亡和婚姻登记处完成 而不是通过最高法院 提交侵权令 新南威尔士州社区和司法部的 一位发言人说 侵权令的前提条件 旨在保护出生父母和孩子 免受剥削 并确保各方了解他们的法律权利 包括改变主义的能力 新南威尔士州 目前正在审查代理孕母 相关的立法 政府鼓励公众 就此问题提交意见 与此同时 劳埃德夫妇 鼓励潜在的代理孕母 在进行自己的研究后 如果认为 自己可以帮助他人成为父母 请站出来 希尔瓦最后说 你为别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家庭 我们现在可以成为祖父母了 这句话中的满足和感激 传达了这段旅程的艰辛和美好 也为未来的代理孕母们 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两周前 米卡拉·罗伊 米卡拉·罗伊 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并将这个孩子 交给她在18个月前 通过Facebook认识的希尔瓦 老艾德·Silver Lloyd 和她的丈夫金 Kim 这对夫妇 在经历了漫长且创伤性的生育旅程后 终于成为父母的生育旅程 对他们来说 这是极大的慰藉 劳埃德女士感慨地说 米卡拉拯救了她的生命 当她把德莱拉放在她怀里时 感觉心灵得到治愈 在德莱拉的婴儿房里 艺术家出身的劳埃德女士 亲手绘制了墙壁 迎接她的到来 对于劳埃德夫妇来说 这一切都是梦幻般的经历 之前 他们曾在产房里 但这是他们第一次 将宝宝从医院带回家 经历了多年的生殖健康问题 和六个月的试管婴儿治疗 劳埃德女士在2020年 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罗曼 但不幸的是 罗曼早产去世 在经历了这段悲伤的过程后 医生建议劳埃德女士 进行子宫切除术 后来 他们尝试使用劳埃德女士的妹妹 作为代理孕母 但再次失败 这对夫妇 最终在澳大利亚代理孕母的 Facebook页面上 发布了他们的故事 期望能找到一位 心地善良的代理孕母 米卡拉 罗伊 和她的丈夫西蒙 读到这个故事后 决定帮助他们 罗伊女士强调 她不需要任何证明 只要这对夫妇彼此相爱 这对她来说就足够了 随着一系列 快速的代理约会 罗伊女士同意 通过试管婴儿技术 将劳埃德夫妇的胚胎 植入她的体内 德莱拉的出生过程中 另一位代理孕母朱莉 拉赫蒂 朱莉·朗蒂 也参与了分娩 她自己正在为另一对夫妇 进行代理孕母的工作 这一情况 在澳大利亚 是非常罕见的 根据数据 澳大利亚每年大约 有120个代理孕母出生 罗伊女士表示 作为代理孕母的经历 对她来说并不困难 因为她心态正确 而且她自己 已经有六个孩子 她强调 这是一个非常有回报 和美好的经历 特别是 当她看到她帮助 创造的家庭时 住产师拉赫蒂指出 虽然有些程序是必要的 但有些费用是不必要的 她呼吁更多的 医疗保险资助 以使代理孕母 更容易获得 在澳大利亚 付费代理孕母是非法的 但夫妇们需要支付 代理孕母的怀孕费用 强制咨询 法律费用 和试管婴儿费用 劳埃德女士估计 他们的试管婴儿费用 在4万到5万美元之间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的法律 代理孕母及其配偶 或适时婚姻伴侣 是宝宝的自动合法父母 这意味着 预期父母需要通过收养程序 成为孩子的合法父母 这一过程 可能花费在 4000到15000美元之间 代理孕母律师 莎拉·杰弗德 呼吁简化这一法律程序 使其更行政化 通过出生 死亡 和婚姻登记处完成 而不是通过最高法院 新南威尔士州 目前正在审查 相关立法 并鼓励公众 就此问题提交意见 劳埃德夫妇 鼓励有意 成为代理孕母的人士 进行研究 并在认为 自己能够帮助他人 成为父母时站出来 他们感谢 罗伊女士的帮助 使他们能够成为父母 并展望未来 期待有一天 能成为祖父母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我们得承认 代理孕母在这个案例中 确实扮演了 至关重要的角色 德莱拉的诞生 无疑为劳埃德夫妇 带来了无尽的喜悦和治愈 他们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和失望后 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种无私的行为 让我们看到了 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尤其是米卡拉 罗伊愿意 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 帮助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 实现他们的梦想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举动 值得我们赞扬和学习 楚天书 你是不是太过理想化了 代理孕母这个问题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澳大利亚 付费代理孕母是非法的 这就意味着代理孕母们 必须无偿承担 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 这种法律限制 看似保护了代理孕母 实际上却让他们 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 而且 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 伦理问题和潜在的剥削风险 米卡拉 罗伊的行为确实令人感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 整个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其其 我们不能因为一些潜在的风险 就全盘否定代理孕母这个选择 你知道吗 根据数据显示 每年大约有120个代理孕母 在澳大利亚诞生 这意味着有120个家庭 因此获得了幸福 你提到的剥削风险确实存在 但这并不是代理孕母本身的问题 而是法律和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比如说 可以通过更多的医疗保险资助 和简化的法律程序 来减少代理孕母 和预期父母的经济压力 和法律风险 这样既可以保护各方的权益 又可以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得到帮助 楚天书 你这样说就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代理孕母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一个代理孕母需要经历怀孕 分娩 甚至可能会面临怀孕过程中的各种并发症 而她们却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补偿 这不仅不公平 还可能让她们陷入困境 再说试管婴儿的费用高达4万到5万美元 这些钱对很多家庭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 与其花这么多钱在代理孕母和法律手续上 为什么不考虑提高整个生育医疗系统的效率和可及性 哪怕是简化侵权令的流程 这些都比现在的做法更有意义 其其 你说的有道理 但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案例中的代理孕母并不是被迫的 而是自愿帮助另一个家庭 因此 重要的是如何在保护代理孕母权益的前提下 鼓励更多人参与到这样的善举中 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比如美国的某些州就允许付费代理孕母 并且有完善的法律保障来保护所有参与者的权益 同时 促进社会对代理孕母的认知和理解 让更多人意识到这是一种互助的行为 而不是剥削 毕竟 像德莱拉这样的宝宝 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家庭的幸福 更是人性之美的体现 楚天书 你的理想固然美好 但现实往往更加复杂 代理孕母的自愿性确实应该被尊重 但我们不能忽视那些可能因经济困境 而不得不成为代理孕母的女性 更别提法律上的漏洞 可能会让她们面临更多的风险 你提到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这点我赞同 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全面 而严格的监管系统来保障代理孕母 和预期父母的权益 只有在保护到位的情况下 代理孕母这种选择才能真正让所有参与者受益 而不是让某些人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是个充满感动与希望的故事 劳埃德夫妇在经历了多次生育失败和巨大的心理创伤后 终于在米卡拉、罗伊这位好心代理孕母的帮助下 迎来了心爱的女儿德莱拉 这段历程真的像是一场仿佛不会结束的梦 最终却变成了现实 劳埃德女士在无数个夜晚的期盼和祈祷 终于得到了回应 她的心灵也得到了治愈 从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现代技术和人类善意的结合所能创造的奇迹 米卡拉、罗伊的无私奉献令人动容 她不仅仅是生下了一个孩子 更是为一个饱受创伤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和爱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那些在黑暗中仍然愿意伸出援手的人 是世界上最光明的存在 罗伊女士的行为就是这样的光辉典范 然而故事也揭示了代理孕母在澳大利亚法律和医疗体系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付费代理孕母在澳大利亚是非法的 这意味着劳埃德夫妇和罗伊女士之间的任何经济补偿都非常复杂和受限 而这对于那些经济上不那么宽裕的家庭来说 往往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劳埃德夫妇在试管婴儿上的花费高达数万美元 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 更是一种心理上的煎熬 住产室朱利·拉赫蒂指出 某些程序和费用完全是多余的 如果能有更多的医疗保险资助 代理孕母服务将更容易获得 这其中的矛盾在于 法律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保护出生父母和孩子免受剥削 但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对需要这项技术帮助的家庭产生负担 这种情况下 法律和医疗体系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代理孕母沙拉·杰弗德则进一步指出 现有的法律程序繁琐 成本高昂 应该被简化为更行政化的流程 这样可以减少经济压力 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能够受益 政府应该在保护所有各方的同时 简化和优化代理孕母的法律程序 并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医疗保险资助 最后 劳埃德夫妇也呼吁更多有能力的女性站出来 成为代理孕母 帮助那些渴望成为父母的家庭 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爱和希望是无限的 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手去帮助别人 我们就能创造奇迹 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幸福 更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爱的传递 总结来说 这个故事既动人心弦 又充满启示 它展示了人性的光辉 也揭示了我们社会制度中的不足 希望在未来 代理孕母的法律和医疗保障 能够更加完善 让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 这种无私的爱和无限的希望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